很多時候我們家都是在看書 來爭取獎學金 我們家蠻多小孩 都是從親安宮這邊領取的 連妹妹也是 這次妹妹因為在日本 那邊實習 所以沒有機會來 我們也很感謝親安宮可以 一直獎學金花給我們 基隆親安宮舉辦獎助學金 發放典禮 獲獎同學和家長代表 依序上台領獎 由親安宮主委童勇 和來賓副市長邱佩玲 親自頒獎 來個大合照 因為民活到四年開始更長 一個二十多年 沒有停過 一年兩百 但是今年 我現在比較少 今年要再兩百多年 今天要再吃百萬 我剛才來做主義的時候 沒有 後來我做Q之後 開始說 我覺得比較有意義 這種比較有意義的感覺 所以 摸一年一半後 還不能停啊 市政府的力量 畢竟有限 有慶安宮來上寫助 讓更多的學生 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顧 是我們在金融市 縱觀所希望的 同時 我的夫妻 是周創懷 他也給我一個金融會 我們每一年也是同樣的 但一樣的活動 但是我們只有在高中 國中跟小學 那錢是差不多的 我夫妻在把這個金融會 交給我的時候 就告訴我了 他說 他說 我們只要把一個散的種子種下去 它隨時會發芽 在座都是非常優秀的學生 你們可以得到這樣的想像 我深信 你們可以感受到這個社會 給你的溫暖 我們很希望 當我們努力這樣做的時候 除了表面上的那個錢 是一個獎品之外 我們真心希望 你可以感受到人間是有愛的 是有善的 每個人都盡了最大的力量 讓這個社會更和諧 再一次謝謝清安宮 清安宮獎學金 從民國94年開始 每年舉辦兩次清函獎助學金發放 還和金融地檢署合作 頒發新希望育苗獎助學金 今年度總計有 231位學生獲獎 頒發出的金額高 高達95萬7千多元 清安宮長期關懷 盡用的學子 善舉令人讚賞 媽祖的大愛是不分 任何的族群 也不分階級 不分黨派 那我想清安宮在阿公主委的 這個帶領之下 這個發放獎學金 已經將近20個年頭 已經有好幾千位的學生 因為那個受賄引到獎學金 我想這是一個這個 學生在這個求學的過程中 也是一個夢想的道路 那我想我們可以有能力 可以多幫助一點小朋友 我們就盡量幫助一點小朋友 讓他們有機會在自己的夢想道路上 勇敢的前進 然後無後顧自憂 當然如果有任何的需要 我們清安宮如果在這個大家 一起共同努力之下 還可以在持續的來幫助各個領域 各個需要被幫助的人 我想接住每一個需要幫助的人 是我們清安宮 是媽祖娘娘的一個大愛跟慈悲心 阿公的精神我想我們作為晚輩 也會持續的傳承下去 也謝謝我們所有的管理委員 清安宮所有的信眾的支持 讓我們會持續來努力 也希望這份愛可以散發到每一個角落 讓每一個人都可以感受到媽祖娘娘的慈悲與關懷 其實清安宮媽祖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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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安宮幫助地檢署關懷個案的家庭 學子就學時能夠減輕經濟負擔 地檢署檢察長李嘉明 親自出席頒獎典禮表達感謝 我非常感謝清安宮能夠提供給我們 飯堡跟根堡 根堡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快20年了 那飯堡是這幾年開始 給我們這些新生人 還有我們這些根生人的子女 提供一份獎學金來幫助他們 真的是非常感謝清安宮的這個愛心 那我們也希望清安宮能夠一直持續下去 所以我也很重視這個活動 我一定如果有舉行的時候 我一定會來參加 在媽祖的見證下 清安宮每年頒發獎學金 期許孩子們能夠向上未來有能力時 進而回饋社會 記者黃燒銘金融報導